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舰 是苏联海军进行抢滩登陆时的利器 它具备强大的火力和强大的运输力 广泛出口世界各国并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 正在播出 气垫船是既能在水面 又能在陆地高速行驶的船舶 不仅具有特殊的军事用途 而且还能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气垫船 当时苏联研制的欧洲野牛级气垫舰 登陆作战 作为现代战争的一种作战方式 具有机动性 突然性 地狱性 等诸多其他作战方式 不可替代的优势 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盟军特别是美军广泛应用 从北非到意大利 从诺曼底到太平洋诸岛 以格登陆作战的经典战力 加速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的运兵 同时 也为人类战争时 描绘出一幅幅壮观的话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航行器底面 与运行表面、地面或水表面之间 制造一个高于大气压 1%至5%的空气层 使得航行器脱离或部分脱离运行表面 这层被增压的空气层称为气垫 按照气垫的形成和维持方法 气垫可分为周边射流式和增压室式两种 周边射流式气垫是用风扇驱动空气进入气道 由周边的空口喷出并拐折向板 形成射流式气垫 使内侧压力高于外侧压力 将航行器抬升起来 器木依靠射流的变化 对气垫起封闭作用 被封闭的气垫的压力大小 同气木喷射的速度、电升高度和喷射角度有关 增压室式气垫是在航行器和运行表面之间 固成一个较大的气势 空气经风扇驱动进入气势 在底部周围泄出 气流流过气势后受到阻止 空气由动压头转化为静压头 产生增压效应 气垫压力的大小 同空气流量、电升高度有关 周边射流理论 高速柴油机及气轮机的迅速发展 气垫船的围巾不断改进 使得气垫船的建造成为可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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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大的全服式气垫船出自苏联 这是尤其特殊的军事需求所催生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方要求是能够快速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刚石设论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2年第一艘1232型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终于建成 并进入波罗的海舰队服役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舰 是苏联海军进行抢滩登陆时的利器 它具备强大的努力和强大的运输力 广泛出口世界各国并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 正在播出 欧洲野牛是欧洲最著名的灭绝动物之一 拥有非常庞大的体型 大约25万年前进入欧洲 捕杀巨型动物一直是欧洲贵族的特权 后来慢慢变成了锦氏黄氏特权 最后一头野生欧洲野牛 死于1627年西高枷锁 欧洲野牛之所以称其为贱而不是铁物 是因为超过500吨的排水量 就属于贱的范畴了 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 北约绰号ZO 长57.3米 宽25.6米 吃水1.6米 该舰装有5具功率各1万马力的NK-12MV 高温燃气涡轮机 其中三具负负驱动三具位于箭尾的大型四叶片可变区推进风扇 此型中扇直径5.5米 能推进船身前进并控制方向 另外两具则并排于亭体中后段两侧 驱动4具直径2.5米的NO实行举声风扇 欧洲野牛标准排水量500吨 满载排水量550吨 最高时速63节 续航力300海力55节 次池力5天 成员27至31人 其能在浪高2米 风速每秒12米的海况下平稳行驶 欧洲野牛的箭体采用坚固的浮桥式构造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耐海能力 箭身由强度高且耐腐蚀的铝镁合金焊接而成 气垫内部分割成许多区域 局部的破损不会造成整个气垫完全漏气失效 类似船只的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分为三个部分 两侧的区域用于设置轮机舱 舰上成员与部队的驻舱 起居生活设施等 这两个区域具有核生化的防护能力 人员居住区域 装置空调系统 通风系统 具有隔音绝热措施 中间的区域则是一个宽约5米的大型车库甲板 用于承载各型车辆装备 并由位于停手与停尾的跳板舱门 直接使进使出 为了增强在滩头敌火力下的存活率 野牛的舰体设有装甲板 为舰上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欧洲野牛拥有强大的运输力 该舰可一次装载运送三辆主战坦克 或者十辆八九式装甲输送车 实际载重 可达一百五十吨 舰上设有四个登陆舱室 可搭载攻击一百四十名海军陆战队员 如果舱室安装可拆卸座椅 可以安置三百六十名 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 使该舰搭载总数达到一个加强营近五百人 此外 必要时也能担任布雷任务 舰上可储存八十枚水雷 由舰尾舱门释放 欧洲野牛具备强大的火力 舰首两侧可装有一具MS-227 OGON-22连装 一百四十毫米多管火箭发射器 每组发射器备有六十六枚弹药 足够三次骑射所需 舰桥前方的两侧 各装有一门AK630 三十毫米六管旋转机炮 用于射击水面按上目标 或进行防空自卫 每分钟射速达五千发 欧洲野牛的上层结构 位于平体中央 剑桥后方 有一座塔状桅杆 桅杆顶端装有一具SRN270 导航平面搜索雷达 第二层平台 设有一具MR-12301火炮射控雷达 欧洲野牛配备P-784通信设备导航系统 该系统主要有两套环式警戒雷达 磁罗盘 卫星导航设备 气象导航设备 接收指示系统 陀罗稳定系统 无线电定向仪 日式和夜式瞄准器等构成 该舰还装配有 现代化无线电电子对抗设备 前苏联海军 中共打算建造13艘欧洲野牛 由阿尔玛斯厂建造7艘 大海造船厂建造6艘 12322型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首舰 MDK95号 原计划1985年交付使用 结果1986年才建成 而且还是试验型样品 在经过进一步的试验之后 于1988年正式纳入 苏联海军战斗边城 其后的量产型 对传体结构进行了一些修正 装配了新型无线电电子装备 到上世纪90年代初 苏联海军共装备了8艘 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 主要配备在波罗的海舰队的 巴尔基斯克基地和黑海舰队的 多努兹拉夫基地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 瓜分了这些舰艇 俄罗斯得到了8艘中的5艘 乌克兰得到了3艘 分别是1988年生产的 MDK57 克拉玛托尔斯克号 格尔洛夫卡号 阿尔焦姆夫斯克号 同时还接管了乌克兰境内的 贝奥多西亚式大海造船厂 再建的两艘气垫登陆舰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舰 是苏联海军进行强摊登陆时的利器 它具备强大的努力和强大的运输力 广泛出口世界各国 并因此获得了新的发展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 正在播出 希腊 地处欧洲东南角的巴尔干半岛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及作战环境 希腊对欧洲野牛这款大型气垫舰 产生出了浓厚的兴趣 2000年1月24日 希腊国防部 与俄罗斯武器进出口总公司 和乌克兰特种出口总公司 签罗斯武器进出口 签署了出售四艘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的合同 总价值两亿美元 俄提供三艘 乌提供一艘 但这四艘欧洲野牛到希腊后 一直没有真正服役 原来 希腊发现 这些气垫舰故障率很高 维护起来 也要比预期昂贵得多 特别是零件难以获得 它配备以宙斯之盾命名的 先进作战系统 伴随着实战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它不断改进升级 生存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 敬请收看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